受到美中貿易戰影響 中國經濟出現明顯放緩 官方18日公布第三季度GDP成長率為6% 不但低於分析師的預期 也創下有數據以來27年的新低記錄 外媒分析近期中國六大經濟指標亮起紅燈 也有分析師看壞第四季的GDP恐怕難以保留 美中傳洽簽貿易協議 不過經濟下行 風雨欲來 中國國家統計局18日公布 第三季國內GDP成長率只有6% 較前一季下降0.2% 是1992年有記錄以來最差數字 路透社日前報導 點名中國六大指標亮起紅燈 製造業PMI數據9月低於榮枯線 九月的汽車銷售 連15個月下滑 官方數據顯示 1到8月份 北京 上海等地區的工業企業獲利 出現雙位數下跌 再再顯示 中國經濟真的出了狀況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日前罕見直言 經濟下行 壓力巨大 中美貿易戰之下 整個全球經濟到底會不會下滑 貿易量會不會下滑 還有中國的經濟 特別是他們一些可能的一個風險 我必須講 他不是那麼的諮詢透明 金融業感受更明顯 金管會統計到9月底 臺灣銀行在中國紫航 壞賬率高達0.83% 比臺灣平均預防比0.23% 整整高出了2.6倍 反映中國內部債務問題 今晚會祭出三項規範 避免在中國的曝險 燒回臺灣母航 我們只能夠要求我們的國營戰略品經營 或者我們任何的金融機構戰略品經營 都要具有一個風險控管的意思 整個曝險控制在禁止的一定比例下 不過更大風險還在後頭 彭博指出高達86億美元的中國海外債務 明年到期 恐怕爆發大量違約潮 日記新聞報導 2019上半年 中國大陸公司債的違約金額就超過600億 與去年相比提高將近三倍 新台電視黃亮姐 沈美彤 臺灣台北報導